上集我们讲了佛图成通过魔术视线神通 这集我们继续看佛图成如何躲避暴君的猜忌 转为为安 安正式记载佛图成料始如神的程度 已经不是地球生物了他的宿命通超越了四维时空 当然这么说仅限于神话故事本身 正式也并不代表真实的历史 正式里记载了龙后入了刘邦的母亲 描绘的仿佛文科生亲眼看到 正式记载了象与火烧鹅旁宫 但考古发现厄旁是房不是宫 而且没建成怎么烧毁呢 类似的例子成千上万 正式只是更接近现实的一个写实小说 仅有参考意义不能全当真 石勒从葛北回河北 黄河以北 经过方头河南坡县 营寨刚扎好郭黑略便到石勒的住处说 佛图成让我转告将军今晚有人要结营 石勒说一句知道了便派人不知心里嘀咕 这老和尚当真料是如神吗 等晚上一帮结营的方头人被捉住他才暗暗点头 不过凡为王者生性都多疑 他还想试一试佛图成 一夜他在帐中披甲带重 直刀二座派人去告诉佛图成说 大将军找不见了 心想你若有神焰还罢了 若是晕头晕脑的撞到这里来看 我不一刀切了你 使者刚到还未来得及开口 佛图成就大声说 并没有盗贼将军杖里 弄那么森严做什么 石勒听使者一说 当下惊出一身冷汗 神僧果然是神僧 由此对他更加敬重 不过时间一长 猜疑又从另一个方向冒了出来 石勒总在想 养这么一个料室如神者在身边 势力大呢 还是必大呢 固然他可帮我出谋划策 创建基业不过 这种人我怎能控制得住呢 他看我一清二楚 我看他一片模糊 若是他收拾我可怎么办呢 不行得先下手 佛图成早已悄悄躲到郭黑略家中 对弟子说 若是公问我的去处就说不知道 结果使者四处搜寻 无论如何找不到 石勒又是一惊 我对圣人心存恶意 他怎会不知道呢 一定是离我而去了 整夜辗转反侧 不能入睡 想马上见佛图成 佛图成知道 他已有悔意 一早便去访他 石勒一见又惊又喜 昨晚大师到哪里去了 叫我好找他哈哈大笑 供心存怒意 所以全且毙了一臂 供现在心意已改 我就又回来了 石勒一听 脸上挂不住 只得尴尬的打哈哈 哪里哪里大师误会了 从此也就对他深信不疑 湘国 河北行台 城户城河的水源 在城西屋里团丸瓷下 突然枯竭 事关一成的防卫 非同小可 石勒便去找佛图成 讨主意 佛图成听他说完 立刻答道 现在应当命令龙了 石勒自视龙 以为他在嘲笑自己 面有不悦 郑英龙不能动到水 才来问你 他知道石勒误会了 连忙说 这是石化并非戏言 源头应有神龙居住 去命令他不愁没有水 于是与弟子伐首等人 来到源头 众人一见前汉的裂缝 宽如车折 心生疑惑 哪里有半点水呢 佛图成坐到神床上 点燃安息香 不断念诵咒语 第一天第二天 前汉如初困顿难知的途中 想劝师父作罢 但一看他的表情 庄严而缥缈 庞扶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谁也不敢上前 第三天水流终于从裂缝中涌出 一条小龙也随水出来 长约五六寸 众人争着上前去看 佛图成喝道 龙有毒 离开走近了会死的 众人顿时轰散 水流猛然变大 源源不断地朝沪城河流去 佛图成一次坐着溃探 两天后 当有小人在这里闹乱子 接着事情就发生了 乡国人薛和 有两个儿子 年龄很小 但娇蛮霸道 常常轻慢地戏弄 鲜卑奴仆 奴仆愤然抽刀 将小的刺死 抓住大的用刀抵住其心口 冲着门外大喊 谁也别进来 进来我就杀掉这个小崽子 信薛的送我回国 我放你儿子 不然就都死在这儿 内外大惊 许多人跑来观望 石乐悄悄问佛图成 怎么办 佛图成对他密语一番 石乐便对薛和说 送他走保全你儿子 确实好事 但这种做法一旦兴起 可是后患无穷了 爱情感情上暂且忍一忍 国家自由法律在 说完便命人去抓奴仆 奴仆杀掉小儿举刀自尽 鲜卑人的头目断波 早想攻打石乐 这一下有了借口 便新兵来犯 石乐后悔形势鲁莽 心下害怕了 指得又向佛图成来讨主意 佛图成微微一笑说 不必住击 昨天我听塔上的铃声 他说明早吃饭时 当情获断波 石乐心里终究忐忑不安 他登上城头观望 见断波的军队黑压压望不到头 不禁大惊失色 这么多人动一动的都打战 这怎么能抓住断波呢 成功不过是安慰我罢了 又派人去问佛图成 来人回来说 断波已抓住了 原来城北的伏兵出击 遇上断波便将其擒货 石乐心下猜测 是谁设的这么奇妙的伏兵呢 难道 佛图成劝石乐饶恕断波 石乐听从 后来果然得到了断波的帮助 过了些年后照的刘哉死掉 刘哉从地刘哀席位 称元光出 光出八年 公元三百二十五年 刘哀派从地中山武刘跃攻打石乐 石乐派手下大将石虎 带步兵和骑兵抵抗 双方在洛阳以西大战 刘跃很快兵败 想保住石良物石虎也竖起木炸防守 佛图成与弟子从观寺走到中寺 刚逃寺门便探道 爱刘跃真是可怜哪 弟子们莫名其妙 忙问怎么回事 他说刘跃昨天害时 晚九到十一时被抓住了 光出十一年 刘哀率兵攻打洛阳 石乐想亲自带兵迎击许久 刀上不见血了 正好这是一个机会 但所有官员无不劝阻 为什么呢 无非是危险 石乐大怒拂袖而出 他去找佛图成 佛图成意见他来便说 情信我也知道了 依我看还是出兵好 塔上香轮的铃声说 透支梯力刚扑鼓去秃当 这是杰祖语你懂得的透支军的意思 梯力刚出的意思 扑鼓流药的位置 瞿吐当桌的意思 这不是说军出桌的药吗 当时官员徐光也劝他出行 于是石乐留下长子石虹 与佛图成一起镇守湘国 自己率中军骑步兵直奔洛阳 直两仗流药便大败他的马 狂奔乱跑 窜入水中 石堪将他捉住送给石乐 湘国的佛图成 对这一切料如指掌 他有一种本领 用麻油混杂胭脂 涂抹手掌 千里以外的事如在墓前 他在掌中见一大群人 用红丝绳套住脖子 绑着一位去见石乐 便告诉石虹匪手已抓住了 灭掉流药后 石乐便称赵天王 新皇帝的执事 建元建平 这年是东晋贤和五年 公元三百三十年 石乐登位后 世事佛图成更加虔诚 当时石聪将叛佛图成 便以淫语告诫石乐 今年葱中有虫 石乐会害人 可以告诉百姓不要石聪 石乐不知所云 当真便告境内 不要石聪 佛图成只有暗子摇头 他还能说什么呢 到八月份石聪叛乱 石乐才恍然大悟 对佛图成欲加尊重 凡是必征询他的意见 才下决断 尊称他为大和尚 大将石虎有个儿子石兵 很招石乐喜欢 忽然抱病身亡 众人在悲哀中 不知不觉过了两天 石乐忽然说 朕听说国太子死后 便却使他复生 大和尚不正是国内的圣人吗 快去请他来 肯定有办法 佛图成便取来杨柳之 宋咒众人都紧张得屏息不动 过了许久 只见石兵身影一声 从床上坐起来 惊讶地瞅着众人 庞扶刚从梦中惊醒 自此石乐便将自己的幼子们 送到佛寺中养活 每到四月初八佛的诞辰 石乐都亲自到寺里 用香汤御佛为儿子许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